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饮食周报频道 今天我们要解密一个超级食物的秘密 豌豆蛋白 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蛋白质的社区 而豌豆蛋白正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 你或许听说过豌豆蛋白的高营养价值和多重好处 但你知道吗? 豌豆蛋白有着令人惊奇的健康奥秘 在这个影片中 我们将探索豌豆蛋白的真正价值 并告诉你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食物 豌豆蛋白是一种天然的植物蛋白质来源 它不仅丰富而且易于消化 我们将深入研究豌豆蛋白对肌肉生长 体重管理 血糖稳定等方面的益处 让你发现这个超级食物的神奇效果 无论你是运动爱好者 还是追求健康饮食的人 这个影片都将为你带来新的发现 我们希望能帮助你了解豌豆蛋白的健康奥秘 让你在追求健康的道路上更加自信 所以 如果你想解密豌豆蛋白的秘密 探索它的健康奥秘 那么这个影片绝对是你不容错过的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豌豆蛋白的神秘面纱 探索这个超级食物的无尽惊喜吧 豌豆蛋白的消化优势 想象一下 你正在吃一碗美味的汤圆 每个汤圆都充满了馅料 像是鲜嫩的豌豆蛋白 你咬下去的瞬间 汤圆蛋白馅料轻易地在你的口腔中帮解开来 释放出丰富的味道 这就好比豌豆蛋白在我们的身体中 能够轻松地被消化系统分解并吸收 不仅如此 豌豆蛋白还含有少量的抗原性物质 就像某些人在生活中对特定食物过敏一样 但豌豆蛋白的抗原性较低 能够减少可能引起消化不良或过敏反应的机会 就像一个敏感的观众在观看一部电影时 他可能对某些剧情或场景产生不适感 但当他选择看一部温和的喜剧时 就能够减少不适的可能性 此外 豌豆蛋白通常不含乳糖和胆固醇 这使它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特别是对于对乳制品敏感或有胆固醇问题的人来说 就像一个健身爱好者在选择运动方式时 可能会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目标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一样 豌豆蛋白对肌肉生长的影响 想象一下 你正在建造一座坚固的建筑物 每个砖块都是坚硬耐用的 这就好比豌豆蛋白中所含有的脂炼氨基酸 不要 特别是一量氨酸 它们就像是构成肌肉的重要营养素 这些营养素就像坚固的砖块 为肌肉合成提供了必要的材料 而豌豆蛋白还含有身体所需的必须氨基酸 就像是一把钥匙 能够打开肌肉修复和增长的大门 就像一位工匠在修复和扩建一座建筑物时 需要使用合适的工具 而必须氨基酸就是这样的工具 帮助肌肉得以修复和增长 此外 豌豆蛋白的蛋白质组成和氨基酸配置 与促进肌肉合成相关的需求相符合 就像一个设计师设计一个完美的蓝图 将每个元素都安排得仅仅有条一样 豌豆蛋白提供的蛋白质和氨基酸 正好满足促进肌肉合成所需的要求 豌豆蛋白与体重管理的关联 想象一下 你正在设计一个健康的餐单 每一道菜都是燃养丰富又低卡的 这就好比豌豆蛋白 它是一种低脂肪 低碳水化合物的蛋白质来源 非常适合在控制体重的时候食用 就像在餐单中加入这些健康的食材一样 豌豆蛋白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卡路里摄入量 而豌豆蛋白还能够提供饱腹感 就像是在你的胃中建立一道坚固的防线 减少进食高热量食物的欲望 这就好比在你的饮食中加入一些饱腹的成分 让你在控制体重的过程中 不再容易感到饥饿 减少摄取高热量食物的可能性 此外 豌豆蛋白还可以作为替代动物性蛋白的选择 帮助降低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 就像在你的饮食中减少红肉和高脂肪食物的摄入一样 选择豌豆蛋白可以帮助你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取量 豌豆蛋白对血糖稳定的影响 想象一下 你正在一个充满甜点的盛宴上 有着各种诱人的甜品在等待着你 这就好比你的血液中的葡萄糖 它们像是一阵风般急速升高 但等等 这时豌豆蛋白登场了 它就像是一个英勇的超级英雄 稳定地踏在血糖的漩涡中 豌豆蛋白是一种低升糖指数的蛋白质 它的消化和吸收速度相对较慢 就像是一辆行驶缓慢的火车 这样一来 血糖的上升就不会像过山车一样剧烈 而是平稳渐进 这就好比你在一个温和的慢慢上升的坡道上行走 不会感到头晕和不舒服 而豌豆蛋白还富含纤维 就像是一个柔和的网络 可以减缓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和糖的吸收速度 这就好比你在网络的保护下 碳水化合物被分解和吸收的速度变得缓慢 使得血糖的上升也更为缓慢和稳定 此外 豌豆蛋白还可以减少胰岛素的释放 这是一个调节血糖的重要激素 就像是一位明智的指挥官 豌豆蛋白能够控制胰岛素的释放 建议不稳定血糖水平 减少血糖波动的可能性 豌豆蛋白的多种应用方式 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 如何将豌豆蛋白添加到汤中 喂汤增添营养价值 你可能会想 豌豆蛋白不只是适合做饮品 也可以在汤中发挥作用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如何制作吧 首先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汤食谱 无论是蔬菜汤 鸡肉汤还是海鲜汤都可以 然后你需要一些基本的汤底和配料 例如蔬菜 肉类或海鲜 以及调味料如盐 胡椒和香料 接下来 为了添加豌豆蛋白 你可以选择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使用豌豆蛋白粉 将汤底煮沸后 根制汤的分量和你的喜好 在汤中加入适量的豌豆蛋白粉 搅拌均匀 直到蛋白粉完全溶解 这将为汤提供额外的蛋白质和营养价值 第二种方式是使用整个豌豆 在烹制汤的过程中 将新鲜或冷冻的豌豆加入汤中 煮沸后 使用搅拌机或搅拌棒 将汤混合成光滑的质地 确保豌豆完全融合在汤中 这样可以为汤增添豌豆的营养价值和口感 无论你选择哪种方式 将豌豆蛋白添加到汤中 都是一个简单又有效的方法 这不仅能提供国外的蛋白质 还可以增添汤的营养价值和口感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喜好进行变化 添加其他蔬菜或香料 让汤更加美味丰富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有关豌豆蛋白棒的话题 你知道吗? 豌豆蛋白棒是制作高蛋白能量棒或蛋白棒的主要成分之一 它给我们提供了健康又营养丰富的选择 想象一下 你正在运动或者需要补充能量的时候 拿出一根豌豆蛋白棒 它是多么方便又美味 豌豆蛋白棒不仅提供了丰富的蛋白质 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让你在充满活力的同时获得所需的营养 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选择豌豆蛋白? 毕竟市面上有那么多种类的能量棒可以选择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独特之处 豌豆蛋白是一种优质的植物蛋白 它不含胆固醇和乳制品 非常适合素食者或对乳制品过敏的人 除了营养价值 豌豆蛋白棒的口感也非常出色 它们通常具有柔软的质地 容易咀嚼和消化 而且 豌豆蛋白棒还有各种口味可供选择 如巧克力 坚果 水果等 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 找到最喜欢的款式 当然 制作自己的豌豆蛋白棒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添加各种健康的成分 如坚果 水果钱 椰子碎片等 增添口感和风味 你可以在家中轻松制作 然后放入冰箱保存 随时享用 当你看完我们的影片之后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者想要和我们分享你的经验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的目标 就是为观众提供有用的营养和健康信息 帮助你们过得更健康更快乐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那么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影片 同时 如果你认为这个影片对你的朋友 家人或者任何你认为有需要的人有帮助 请无私的分享给他们 我们相信 只有当大家一起学习和分享 我们才能够共同成长 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最后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